大家好,我是鍾志東 欢迎大家收看《与众不同》 我想中国这是在8月11号 发布所谓的第三份的对台白皮书 那这意义是相当相当的一个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发表的时候 他还继续在所谓的 在渤海地方进行所谓的实弹军事演习 那基本上他从8月初的一个军事演习 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是在军事演习的这个期间 他来发布所谓的第三份的对台白皮书 当然它的意义是相当的一个非凡 那其实我们假如是去看白皮书的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 假如我们来对照 在跟之前的第一次跟第二次的一个白皮书 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它特别凸显一个什么 叫做反读触统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可以从他第三次的这个 这次的这个白皮书里面 他提到所谓的台读的这个次数 总共有提到36次 那相较于在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白皮书里面 就提到五次 那所以我说他这一次的一个白皮书 他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反读触统 那反读触统他的主要的一个目标 这次又这是谁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次的这个白皮书里面 他特别针对的是李登辉前总统 特别是李登辉前总统的所谓的这个两国论 那在这一次他主要的这个对象 就是民进党政府跟所谓的外部势力的这个美国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指控所谓的台湾的这个政府 是走所谓的这种渐进式的一种台独 因为不承认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 然后就是所谓的依美谋独 那对所谓的美国的一个指控又是什么 指控美国打台湾牌 希望借台湾来打压阻碍整个中国的一个发展 那显示所谓的美国一个霸权 当然这都是所谓的这个他自己的一面之词 这是完全所谓忽略所谓的现在目前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离属这样子的一个现况 那他之所以要特别再强调这个 我说在反读触统 当然这就是跟所谓现在的台海议题的一个国际化 他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担忧 他所来巴布这一次所谓的重量级的 有一万多字洋洋沙沙 一万多字的第三次的白皮书 那这次白皮书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到 他从一开始先所谓的从历史的两岸历史的一个发展 跟法理上面来讲来强调所谓的一中原则 那其实他这样子一段强调一中原则的这个情形 正面临正式显示他觉得现在所谓的一中问题 一中原则现在正面临的所谓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 所以他使用前所未有的这种所谓的军事恫吓 再加上这一份的一个白皮书 进行所谓的这个文攻武吓 那当然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径 其实当然就会挑战到所谓的美国 所谓的台湾关系法 跟美国希望以和平来解决两岸问题的一个底线 那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的 随着他对台湾的这种打压 对越来越具侵略性 我相信美国一定也会有更强硬的一个做法来回应 要不然的话坦白讲 拜登政府整个在国际社会上面 因为台湾议题它所展现 让中国所谓的脑头筋骨的这种情形 可能会整个伤害到拜登的 不只是在国际社会上面的声誉 甚至于在整个国内的 即将美国11月要举行的大选初选 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那所以我是说美国应该会采取 更所谓的强硬的这个措施 来回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侵略性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这个白宫的 这个亚太事务的负责人坎贝尔 他已经提到说在未来数周之内 美国的军舰跟飞机会在穿越台湾海峡 的这样一个讯息 他已经先预告了 那我们可以预期的 当随着中国对台湾越来越具侵略性 美国的反应也会越来越强烈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 再会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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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